很多堂 那麼在當時 苗玄的太太 她有一天 她也是叫她的腳踏的甘皮 去芝麻油 那麼當 苗玄在芭麻油境的外面 聽到那兩個早館在那裡對話 她說剛才在芝麻油 那芭麻油 那很多鼓子 芝麻油好 那很多這些鼓子都死去 現在在這裡說 另外一個說 這四人還不能算我們的 要算老闆娘的 所以在那天 他們兩個人說 真的我們要吃一頓飯也沒多少 那麼在這裡要審慶一下 芭麻的兩個人對話說過後 說走 來受傷 我們要離開這間家 大家都說我先離開 你住在家外面好壞 我才幫你安排 當大家室出來的時候 一直想要來受傷 要受傷 在那個時候 佛道也生得了 所以在空中 就有這個 這個天人 就當空中用很重厭的聲音 很輕弱的聲音 很滋鼻的聲音說 說 熄悉悶年婚已經生得了 熄悉悶年婚已經生得了 我們大家人都要來對佛道 來出家受傷 那麼當大家室 他聽到這個音聲後的時候 他說 是 這個佛道已經成到 我應該來對佛道受傷了 那麼在這裡 當他一直走一直走 在半路的時候 佛道就在樓邊 因為佛道在樓下 有看到大家室 他出家的音音口 而且這個人 他的組織起來 真的實在有夠好 所以在佛道 他就半半路來等大家室 當大家室來進到佛道 看到佛道這個重嚴 當下就跟佛道頂列 當時跟佛道說 佛道 你是我的師尊 我是你的學生 大家室 他用這樣跟佛道說三遍 佛道到要他講 他說 大家室 我是你的師尊 你是我的老師 這個音樂說起來的時候 跟正式修讀人的人 完成這種人說 人輸這個規定 為什麼比較有這個規定 因為佛道在未來 他在公經刷法的時候 他有說到一點 跟這個BQ說到一點 論大家室的他的祖籍 他不用老輸 他不用老輸 靠自己的角色 可以收到到 爭到佛道 可以爭國爭到佛道 他並不是一定要靠釋迦牟尼佛 可以爭國的 所以他在這裏 當大家室 他入到政策裡面 他一直很發心 在想什麼行 想陀陀恨 他這個陀陀恨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獨居 好像很邋遢 實際上那是心地功夫 實際上那是心地功夫 他在外面有什麼人 是貧窮的人 他就去那裡給他發援 有一次 大家室的尊責 他出來要吐褲 要去死的時候 他全天來到一個老婆的家裡 這個老婆 她是 都在臉上 沒有人插褲 她生苦兵 這個貨品 瓦片 剩一層的米漿 那個米漿是炒生的 大家室來給他發援 說今天 阿婆我來給你發援 要來 讓你種福田 阿婆說我沒有東西 要怎麼給你供養 他說有 你生苦兵 還有一層的米漿 大家室的尊責 這麼年輕的尊責 那個阿婆說 我今天要給你供養 我後四人會比較好 他說對 你一定要保持 來離開貧窮 當阿婆這個時候 發揮心 把他生苦兵 炒生的這個盆 這樣沒了沒了說 我沒了討伯起來 你人過來 我賭給你 大家所用他的伯 申到阿婆 他這個米漿 當中 現場那裡炒成噴 就讓他喝好量 這個阿婆 沒幾天 王姓 姓隊 姓特里天 當這個阿婆 姓特里天 做天人的時候 他有心通 他觀察到說 他今天可以姓天 就是大家社來幫他 這支筆給他 證賞福電 他以為 特里天 炸到天花 來供養大家社 所以說在這個家 大家社尊責 他的公德 他的支筆 他的支筆 實在說真的會說不真 那麽佛德買一買的時候 他把教團 交給大家社去管理 佛德在法華會上的時候 他有把大家社授記 他說大家社尊責 他已經享用這麼多祖福 三百億佛國 他這個公德將來一定成佛 他的佛合叫做公明如來 他的世界叫做公德佛國 那麽在這個家的時候 佛德 他這樣困定大家社 把教團來交給大家社 再來管理 當時佛德 再交代他一個重要的任務 他不能入內盤 他要把佛德 他的佛德 要等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來降生的時候 把佛德交給 這個彌勒尊佛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做到大家社尊責 一生當中的行為 讓我們生氣到很大 這個學習的心 當時在處也要來祝福 我們各位菩薩 我們學家一定要平安 每一個人要注意到生活 要洗澡 跟健康 跟家庭的照顧好事 當時最主要找很多人 來聽見聞聞聞 這是很大 在祝福的書上 我們祝福 我們祝福 共町願望 心開心 一日到庭來好奇 各位快樂菩薩 大家每天快樂 快樂為何來 開心 萬能對方每天去試試 每天去補習 每天去拜祟福 每天去做好事 所以你打開生命的電視台 你就開始快樂了 因為法書都叫我們奉行 吃菜 補習 豐揚國法利益中心 所以希望生命電視台 在我們家 住在我們家的人 大家都快樂 感謝你 祝福福 好奇好美 一九九六五二三二 一九九六五二三二 好美 生命文化基金會 接下來請收看 海濤法師 般若講座 演唱中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请各位翻到第一页 我们为六道众生做大供养 一心齐勤 诸佛菩萨 护法善神 降临法会 我为所有海鲜水产 病苦者 往生者 六道友情 做大供养 令其理苦的乐 我们要观想我们每个人都供养 而且不是为你自己 第一页 我念共香 各位念翁阿红 为六道众生做供养 共香 共灯 共涂油 你要观想整个大海 都变成最香的甘露水 共水果 观想一下最好喝的乌龙茶 有没有闻到味道 一定要 我现在讲酸梅酸梅 嘴巴也没有开始酸呢 这个叫观想 所以人的念头会影响的 所以要这样观想 来 供茶 供食物 我们今天要特别准备 很多食物面包 除了替他们供养 等一下直接布施给他们 好不好 因为佛陀说 慈悲供养一口食物给畜生道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这个最重要了 我们再来 供宝物 供阿吾 供宝珠 供阿吾 供生且义 然后各位代替这六道众生 这些水产供养 世界上所有佛像 所有经典 所有出家人 所有佛塔 替他们供养 那我们现在也为他们施食 就是要让所有被杀的动物 我们都招请一下 他们 让他们都到法会 愿今天这一场放生 叫世界大放生 好不好 超度他们 超度他们 至少先超度 美国境内所有被吃掉的动物 进一步观想 世界各地 所有法界的动物 都得到超度 那用这个心态来观想 我请翻到十一页 甘露诗诗语轨 那我们就要招请 念快一点 然后各位生起一个悲心就好了 所有往生者 所有六道众生 都能够同享法会功德 念下来即解脱 因为刚刚讲过了 为他放七只鱼 就算他地狱到都可以超度 何况我们今天放这么多 让这些地狱恶鬼到 畜生到得以超度 所以你招请的众生越多 你慈悲力量越大 那功德就越大 所以各位你布施一只香 不要光为自己爸爸妈妈 地藏经说 要回向给法界众生 那这样力量才大 如果你光回向自己的父母 那力量就会不见的 就像芭蕉 生出来以后 然后整个芭蕉树都会烂掉 但是如果你用大悲心 菩提心去回向 那这个像如意宝一样 越生越多 所以我想不在意我们 出多少钱 放生多少 因为救不完了 对不对 就算你是美国首富 你也没办法救世界上 所有的动物的 救不完了 但是因为 虽然我们随缘不失 但是我们的心 要达到最圆满的阶段 这个叫动机 念一下 吾我大悲菩提心 再背一次 吾我大悲菩提心 这就是佛教修行的重点 吾我就是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希望所有六道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来招请他们来 我们要把地狱打开 各位你说 有可能吗 各位 咒语的力量 佛的力量 不可思议 只要你相信 至少那些 地狱众生 海里面也有孤独地狱 海上也有孤独地狱 地狱有大寒地狱 大热地狱 孤独地狱 各种的地狱 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悲心 悲心有几分 就可以度几个 各位的右手 拿出来慈悲 这样绕一下 那你要加上你的观想 你的手变成观音菩萨的光 白色的光 你最好观想 你现在变成自由女神好了 然后这样招请 把地狱打开 二轨道 所有屠宰场死掉了 所有魂墓 人类死掉了 都来到法会现场 包括我们的冤亲在主 再来请地藏王菩萨加持 消除他们的定业 什么叫定业 已经在地狱 已经在恶鬼 要被杀了 正在生病 地藏王菩萨的悲心 可以把这个定业消除掉 念一下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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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要观想 整尊地藏王菩萨 大无边 比阳光还亮 照着整个世界 整个法界 念咒要这样观想 然后地藏王菩萨 从心间放出蓝色的光 如果你有受过地藏菩萨的 身口意的灌顶的 那你可以观想自己变地藏王菩萨 如果没有受灌顶 有无所观想地藏王菩萨在空中 就是这样 然后就放光 照入地藏二轨道 消除他们的业障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你要观想 观音菩萨各种视线 这边有一张 念一下白度母 观音菩萨的眼泪流出来 一个叫绿度母 一个叫白度母 观音菩萨的心流出来 叫白财神 那观音菩萨有种种的视线 去帮助众生 所以观音菩萨一现前 念这个 on allology sabo 然后对方的病就消除了 各位你要观想 业障就消除了 你的儿子胃痛 那你在家里 都可以为他念 on allology sabo 观想 不管他在哪里 就照到他的胃的部分 消除他的业障病苦 那各位学习好这个以后 对医院 对哪里 你都这样观想 那希望大家要学会 观想 嘴巴念 心理观想 手上也有一个实际的动作 那你的身口意 就融入在真理里面 那个加持力很大的 然后这一杯水呢 各位要先做供养 为什么 因为佛经说 佛前供一杯水 所有被人类吃掉的海鲜水产 统统超度 相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叫善根不够 我们看第一次经典 就一辈子相信 而且只要拿到水 就先供养 就先要布施了 所以来 各位把水拿起来 然后呢 开始要供养 为六道众生 做供养 念一下来 谁有八德 供养十方佛 消除恶业 六道清凉 然后呢 开始念翁拉红 就点水 最好点七滴水 然后地狱到鬼到出身到天到人到 阿修罗到都得到功德 好 自己也喝一口 喝到甘露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一杯水 就可以帮助这么多众生 何乐不为 然后每次要喝水 都一定要如此 藏传佛教 你喝水 不是你喝 谁喝你知道吗 师父坐在你喉咙 师父先喝 然后惯性去谁喝 你也没得喝 空性 身上的众生喝 自己都没喝 因为根本没有我有什么好我的 所以喉咙代表上师 身体代表众生 一下就圆满了 所以喝一个水也是修行 等一下各位去放生的时候 顺便一共菩萨发给他们 这个经凡 放生仪轨就这个 超度仪轨是黄色的 烟共仪轨 来 阿弥陀佛 为堕胎胎儿 往生者 回归旗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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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念佛 心里想着他们 那些所有动物 所有死亡者 所有魂墨区 通通超度 所有人类 发菩提心 消病苦 天道 阿修罗道 消除烦恼 业障 他们也发起 阿弥陀佛的菩提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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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好 最重要的时间 让他们 包括我们自己 归一三宝 就可以脱离 地狱鬼道 畜生道 那这真正归一三宝 就会消除贪嗔痴 因为找到真正的对象 归佛 可以消除贪心 归法 消除愚痴 归生 消除称慧 除了断除伤恶 到断除贪嗔痴 所以大家跟我念 来 愿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所有亡魂 往生动物 六道友情 发菩提心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 两族尊 归法 离遇尊 归身 众中尊 你要观想你的声音 融入到最深的海底 一直到地狱 最高的天 都有你慈悲的声音 各位 心念到哪里 力量就到哪里 功德就在哪里 所以佛陀的大悲心 不用麦克风 对不对 所以佛陀的声音 一讲法 他方世界的佛 都可以听得到 那个佛陀的悲心 佛陀不用翻译的 对不对 因为佛陀的悲心 直接入众生的心 每个众生 不管是哪一国的 哪一种动物 都觉得佛陀在他心里 在说法 听得清清楚楚 永远忘不掉 所以各位 悲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的悲心 也超越了一切 当你有空性的悲心的时候 你不管到哪里 所有的众生 都可以感受到 念一下 以心传心 超越一切 那就是达摩祖师的法 不立文字 以心传心 用这种空性悲心 超越一切 所以达摩祖师 现在还活着 什么意思 因为他是活在真理里面的 只要你相信达摩祖师 只要你相信观音菩萨 他永远都活着的 他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成了佛 念一下 超越生死 超越生灭 超越空间 所以为什么要我们有这个空性悲心 那你就可以超越一切 融入一切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佛会成佛呢 因为佛陀的心是超越一切的 马上你就会证得空性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发起这个普利心 再念试 当愿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 归佛 永不惰地狱 归法 永不惰恶鬼 归生 永不惰畜生 归佛境 归法境 归以身境 好 愿他们的法号叫什么 念下来 悲海 为什么 来念下 慈悲如大海 所以各位希望 悲心像大海一样 好不好 不要光对一个男人慈悲 不要光对一个小孩子慈悲 因为这种慈悲 有限的慈悲 哪一天会变化 你会恨死他 但是真正的慈悲 没有分别 你越不好 我对你越好 那才叫慈悲 你对我好 我才对你好 那不是慈悲 那是一种交换 对不对 慈悲是无障碍的 无界限的 所以用我们的慈悲 像大海一样 再来为他们说法 所以各位用你的嘴巴念经 功德很大 因为你嘴巴在念经 就代替佛 在为他们说法 他们听到了 就可以正的解脱的音 来自脱离轮回 所以一定要为他们说法 按照金光明经 有人问我说 师父你跟他说法念经 那是动物他听得懂吗 各位 那你就用这个人像 我像众生像 在看事情就错了 因为我们在念经的时候 是佛性的声音 佛性的声音 众生是都可以听闻的 所以念经力量很大 念经可以超越时间 空间形象 只要你要用心念经 好不好 用心念经 六道众生都听得懂 都得到这种利益 都得到加持 而并不是说龙虾听不懂 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你是用佛性 就会接触他的佛性 就像你听一条歌 听到会哭 为什么 这个歌太感动了 这个叫接触你的感情 但是接触感情 不是快乐 像各位年轻谈恋爱 动了心 那就是现在的痛苦了 因为你动了心 嫁给他了 你去爱上他了 那个是假的 但是佛教教里面 要超越这一层 捏下来 接触佛性 就是接触你的大悲心 接触你的空性 那个时候这种接触 世界上还有比这个还快乐的 如果你已经发起慈悲心了 你就没有世间的欲望 恋爱 恨都不见了 对方伤害你 你还是依然爱他 因为你是用悲心 在对待对方 那个时候你不会恨对方 只会更爱对方 因为我爱他爱得不够 他才会这样伤害我 因为你用悲心 在做事情 所以各位 这个才叫真正的归一 所以念一下 归佛 发起菩提心 归法 体振空性 无分别智慧 归身 发起大悲心 所以你归一三宝 真正的意义呢 是要让我们生起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所以你一乱了 赶快归一三宝 你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念这个 念一下 念佛 念法 念身之心 在极乐世界 你不会念贪嗔痴吧 只会念了 归一三宝的 圆满的心态 这是最重要的 归一啦 所以现在为他们说法 希望各位 这个说法不是光念 哪一天你的念头里面 就充满了法 好不好啊 什么叫念头充满了法 一个妈妈牵的儿子的时候 这就是念头充满悲心 妈妈不用讲话的 就像各位 刚刚你去放这家龙虾 在那一刻你是充满悲心 哇 希望你活啊 对不对 各位你把面包布饰给海鸥的时候 希望你吃到啊 得解脱啊 那你要一直练习啊 像各位今天来参加放生 从今天开始来 天天放生 好不好 你最好在家里弄一个纯筒 一天放一毛也没关系啊 然后一个月以后 去参加放生 你要天天放生 就算你没有放一毛 你也想来 观想放生 所以我经常坐飞机 我就一直观想 现在在放生 现在在焉供 现在在参加法会 内心很快乐 就像你年轻的时候 去跟男朋友 约会回来 现在还跟他在一起 你还在幻想 我心里好甜 那种是欲望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一种 悲心的力量 观想放生 像各位今天来放生 哪一天你亲戚朋友生病了 你去看他的时候 要观想放生的力量给他 请问他有没有得到 百分之一百得到 所以你所做的善业 回向给众生以后 你走到哪里 这个力量永远都在 回向以后 把这个带给他们 所以现在大家 自信流露说法 说法是自然的 你希望你儿子健康 你希望儿子不要做坏事 这是自然的 妈妈对儿子的爱是自然的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不断思维佛法 实践佛法 以后你开口都是佛法 不用看经典了 自信流露 那我们要把经典的精髓 把握起来 自信里面就充满空性 就在念心经 自信里面充满观音菩萨的 普门品 大悲心 自信里面充满菩利经 这就是念佛 念佛就是愿众生 往生净土将来成佛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 有一种人 他一败下去起来 已经念完一部华言经 念完一部华言经要二十一天 八十万个字 但是这个华言经的精神 这个道次第 已经融入在他的心绪里面 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他一败下去 或是一看到人 阿弥陀佛就充满了华言经 所有的力量 所以一句阿弥陀佛 有没有得到阿弥陀佛 从因地发心到成佛的功德 有没有 有啊 因为阿弥陀佛成就了 但是他成就 从头到尾就希望把他的功德 不施给 见到他 跟他有缘 拜到他 踢到他 骂到他 都没关系 就像文殊菩萨 你骂我 毁谤我 理我不理我 皆发菩提心 文殊菩萨利用各种因缘 让众生因为看到他 骂他都没关系 都让他发菩提心 所以我想佛 透过经典 透过各种 跟我们结缘 所以我们现在为他们说法 我这样讲是各位要把这个法 十二因缘法 融入你的生命 那你天天就按照这个法 在生活的人 你呼吸都在说法 然后现在透过念这个 让他们得到解脱了 所以各位 说法的重点要有 悲心 你的儿子现在感冒了 你就是一心一意的 想要他好起来 所以每一个佛菩萨都是如此 那你培养了这个悲心以后 你的一句话 对方就可以得到 好起来的力量 因为你用悲心 所以佛在说法 跟你在念经 内容都一样 但是因为动机不一样 所以功德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自己都已经吃素了 又常常在放生 你跟一个病人说 你要多放生 那那个力量很大 你就可以影响他吃素 放生 因为你的力量 就可以影响他 那如果你自己还在杀身 然后告诉对方说 你不要杀身 那没有力量 所以你希望你念佛 诵经的力量 越来越强 那各位就要实修 你也真的在守戒律 你也真的在放生 就像一个 一个爱生气的人 能不能请别人不生气 不可能 对不对 你讲不要生气 那你自己呢 他骂你更大人 你已经不生气了 所以佛陀说 一个有生气的地方 佛陀一出现 所有生气战争都消除 佛陀说 一个充满欲望的市场里面 佛陀一出现 所有人的欲望都没有 为什么我们到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人有欲望 因为阿弥陀佛已经断除了 这个贪嗔痴 所以你到极乐世界 得到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 没有人会起贪嗔痴 没有人会起分别心 那所以各位 人可不可以影响别人 可以的 所以各位 你的先生很喜欢赌博 那你就发愿 我生生世世断除赌博 回向给他 不是跟他吵架 跟他吵架没有 越吵他赌得越大 因为他跟你在一起 实在很痛苦 那你自己已经断除了 然后呢 而且不会生气 所以你就不要跟他提这个 他看到你就不想赌博 因为你有那个力量 所以各位 佛法很重要 我们不可能叫人家 不要杀生 不要吃肉 所以我们 经常 我们已经不杀生了 乃至你现在已经吃树了 而且你还会放生 你去一个屠宰场 那些动物就可以得到超度 那些本来要买海鲜 回去吃的人 看到你就不好意思 因为你有那个力量 所以这个叫以心传心 超越语言文字 会不会 会哦 所以你已经正空性的人 别人看到你就会正空性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 你要清净善之士 你才会正空性 你要清净善之士 你才会正的大悲心 所以什么叫善之士 他已经有空性 他已经有悲心 他已经不退转菩提心 你只要接近他 就像这个老外坐我旁边 他快开悟了 他有功德 他还没结婚 所以我还在影响他 我还告诉他说 我几岁出家的 我儿子几岁 他说你儿子才少我两岁 我说对啊 我儿子三十岁 他三十二岁 我再劝他说 千万不要结婚 因为我是结婚再来的 你不用再跟我跑一趟 这种路啊 太累了 但是问题是 我要影响他 这个可以超越语言文字的 问题他有没有变成那样不重要 是我有没有那个悲心比较重要 所以各位要用心态转变一切 所以说法并不是光嘴巴念 而是说你有这个动机 虽然我们现在做得不很好 我现在有这个动机 要学地藏王菩萨的慈悲 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你在那一刻至少就可以超度对方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心态 观音菩萨的悲心 放回你的生活 保持正念 那你只要走在路上 行住坐卧都在影响众生 那一定要让修行成为你的呼吸 让这个法成为你的脉动 因为你只要活着 你只要活着 你这个法的力量就在帮助众生 就像一个擦香水的人 走到哪里都有香味 一个杀业的人走到哪里都有杀生 所以我想帮助对方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想改变自己 所以各位你已经吃素了 麻烦你多去医院走一走 今天你只要走到医院 医院里面的人都得到加持 你一个人守五戒了 你已经这辈子不杀生 不偷盗不邪淫了 麻烦你多走到有杀生 偷盗邪淫的地方 或是你想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有改变了 所以佛陀说 一个人守戒律 连天上的神 你踏过的沙都要拿起来供在天上 因为你慈戒 一个人晚上不吃饭 就像我们战言法师 慈悟的 我特别请他到美国 他只要走到哪里 美国的鬼都不会吐火 佛陀讲的 一个人慈悟 过午不时 所有的恶鬼倒不会吐火 他有力量 我们战言法师已经送地藏经 送几遍了 来 随习功德 四千多遍地藏经 自己念 那这个功德我们随喜 他走到哪里 四千多遍的加持就在这边 所以我们各位要学今天这样 一直累积功德好不好 像我很不喜欢讲话 我都脚弄喉咙痛 但是至少我的声音里面 有很多的念经的力量 我从来不骂人 不敢 因为我骂人 我念奥密陀佛 里面都有骂人的力量 不行的 所以不要骂人 对不对 只念经 只讲好话 只想帮助别人 那这样 我讲的意思 说法就是要从法里面 你已经灌输了 所以你念心经已经念一千遍了 你跟人家讲 Hello 这里面有一千遍的心经给对方 Hello 这才有用 你讲什么里面都有 所以佛经说 你念一天念三遍大悲咒 你骂人都有功德 因为你的声音里面 有大悲咒的力量 那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议 哪一天你被阿弥陀佛骂了 保证你不用下地狱 因为他帮你消炎 所以佛菩萨的金刚怒目 他是以悲心消对方的业掌 而不是真的在骂人 各位有没有被出家人打过板 出家人拿那个习仗 砍你一声 你要跟他磕头 所以很多老和尚很喜欢 拿那个习仗出来 腰痛了打腰 头痛了打头 肚子痛了打肚子 排队 为什么 消炎障 所以各位 爸爸妈妈骂你 会不会消炎障 那纯粹是为我们好 所以我想 佛菩萨会用各种方法 所以佛像有极净像跟愤怒像 愤怒像的像很不好看 事实上这个愤怒像 就直接杀掉你的贪嗔痴 直接杀掉 所以佛菩萨的愤怒像 就是看到那些鬼被他踏在脚上 嘴巴在吃众生的心脏 身体挂了很多众生的骨头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直接断除你的最深的恶业 这叫密宗 有些不好看的像 那事实上 如果你懂的话 看到见即解脱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佛菩萨用好的像度众生 也用不好的像 断除众生的最不好的烦恼 这个叫对治法 不静观对治最深的欲望 当然如果你懂这些 那你就会去礼拜 去供养 念佛 那佛陀说 念他的名字 得到他的愿力 你念这七佛如来 他们永远脱离地义轨道出身道 念佛慈不慈悲啊 念一称 他们就可以脱离地义轨道出身道 千生离苦 将来也可以称佛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 告诉我们 一见面是什么 人家叫你名字 哈喽 你要念什么 阿弥陀佛 你要马上给他念阿弥陀佛 但是对老外你不能念这个 所以各位要平常多念佛 你的哈喽里面就有百万声的 阿弥陀佛在里面了 我们刚出家都这样训练了 似乎一两点把你叫起来 海涛 呦 呦你就去罚跪 呦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阿弥陀佛 嗯 可以了 快可以出家了 就算你的念头里面 通通是阿弥陀佛 不是凡夫相 还有人说 干嘛 啪 干嘛 叫你念佛 干嘛 所以师父很严格 但是严格对我们帮助很大 做什么事情都保持正念 保持阿弥陀佛 连走路也像阿弥陀佛 右手右脚 右边右脚 左边左脚 在每一个念头 所以善知识很重要 要求我们 严格要求我们 而且我那个老师傅还有一点神通 你想什么都知道也不能乱想 不能乱想你就会乖乖 保持正念 所以各位要保持正念 念阿弥陀佛代表什么 愿众生去极乐世界 愿众生不执着世间 念一下 愿离世间 愿离世间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希望 所有美国人都往生净土 好不好 所有黑人都往生净土 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去虎目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念的时候给他撒点水 撒点米 再给他念阿 所以很慈悲 因为你要去练习慈悲 所以很多人都告诉海涛法师 你赶快盖一个道场 我们可以去住 有阿 虎目 一人住一个 慈悲 我马上试一个道场给你 你去做住识 你要天天去念 我告诉那些孤魂野鬼 都找他就好了 各位要把慈悲变成一种强迫 强迫自己去慈悲 以后你就会慢慢慈悲 如果你不去强迫你自己慈悲 你就会慢慢懒得慈悲 所以我很担心各位住在美国 住久你会不太慈悲 各管各的 不理别人 那这样就会慢慢失去 所以你要去掌养慈悲 故意的 就像妈妈在房间 你要故意拿饭给他吃 故意给他打招呼 你要故意这样做 你千万不要说 隔壁是谁我哪里知道 你要慢慢去关心 关心家家户户 所以你看到学生 南无文殊菩萨 希望他开智慧 你看到老人 南无阿弥陀佛 长寿健康 你看到病人 南无药师如来 祝你健康 你看到人家开车 南无观音菩萨 开车平安 你要一直用念头 最怕一件事情 念一下 莫不关心 与我无关 这是最担心的事情 佛教讲空性 就是各位要 打破界限 打破相貌 融为一体 千万不要各自为政 所以我很喜欢去天主教堂念经 基督教堂 犹太教 这是我们要去欧洲 特别指定波兰 奥斯维新 是吧 被杀最多犹太人的地方 大家去那边念经 为了要去那边 累积很多功德 去那边布施 各个屠宰场 和牧场 都要去想办法 所以各位要 念下来 心系的众生 什么叫心系 就是你要绑着众生 妈妈有没有绑着儿子 永远绑着儿子 但是各位 自我爱子 爱惜自己是魔鬼 爱惜众生才是佛 所以不要执着那个事情 但是放下不是放弃 是放下自己 承担众生 好不好 背一下 放下自己 承担众生 调伏自己 接纳众生 千万不要放下 放下就把别人给放下了 放下是自己的执着 没有贪嗔痴 但是要承担众生的痛苦 请问 美国人的痛苦 谁要负责 你要说这样 我来负责 整个地球的痛苦 生老病死 我来负责 法华经告诉我们 要孤独承担 所有世界的痛苦 不要找办 不要找依靠 佛陀告诉这些修行者 一条路 不要两个人走 要孤独的 去承担世界的痛苦 所以我希望各位 多环游世界 把真理带到世界 超越语言文字 因为你默默的念阿弥陀佛 你默默在那边 撒干露水 别人要什么 我们就变什么 你很会弹吉他 你的吉他声音 都是佛号 你透过对方喜欢听 这个音乐 事实上你是用悲心 声音都是佛号 念一下 南无字句如来 只要有人在听音乐 你念字句如来 或是字句如来心中 然后这个音乐 就变成佛的声音 这个就是转化 观音菩萨 会不会变成很漂亮的女人 会啊 于兰观音好美好美 然后呢很多男人都要娶她 她说可以要娶我要背经 从心经背到普门瓶 变变妙法年华经 大家都背了 为了要娶她 所以观音菩萨会 先与欲勾签 所以各位你要把声音转为佛号 把阳光转为佛号 把风转为佛号 佛法是如此 而不是说让对方出家 而且让对方念阿弥陀佛 不是的 是你用你的念头 今天你老公在骂你 你老婆在骂你 你就默念阿弥陀佛号 哇这个念的大声 这个功德大了 因为她在念阿弥陀佛号 因为你要把她的声音转为 转为 这个叫密称 密称不是断贪称词 密称是所有贪称词都转为佛法 这个是最难的 也是最厉害的 转化对方 所以我想各位要转化一切 像我们做到这一步船上面 来 所有的船都变法船 都在放生 一级一切 无有分别 所以当你一条船出去放生的时候 你要观想 所有的轮船都是在放生 都在施死的 为什么 你把功德专给他 所以大乘佛教不是要求对方修行 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德给对方就好了 不需要去改变对方 你只要去感动对方 不需要去改变对方 改变是苦的 你每天念念念念念 我吃素你还吃素你会念死的 你好好吃它就会改变 你不吃我替你吃 你不放我替你放 所以佛经说 一个人 放生 世界会改变 大家放生 整个法界都会改变 经典说念一下 一个人放生 全家平安 大家放生 世界和平 法界同享 好不好 要如此 所以虽然我到美国来 我不会很会讲美国话 但是以心传心 在路上看到任何人都得到我们今天 念一下 同享功德 所以你要散发你的魅力 好不好 你要散发你的魅力 如果你很喜欢穿得漂亮 OK 愿他们看到我都同享我的功德 维摩局次会化妆得很性感 他抱到我 他就解脱 他亲了我一嘴 他还得了 这维摩局次 他的动机 他叫在家佛 释迦牟尼佛叫出家佛 不管你视线在家出家 你都可以把 把最好的 就像刚才讲 看到这个花都得到观音菩萨 今天所有的功德 所以各位你要转化一切 就像各位以后你在路上走 不要认为你是男人女人 你要观想你就是这一种 弥勒菩萨 或是观想你是观音菩萨 到西方你要观想你是谁 观想是谁 圣母玛利亚 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喜欢那个形象 所以各位等一下我们要念 麻烦各位观想 你变成他们的形象 为什么 你才可以超度天主教 基督教 你也要变成龙虾 带着所有的龙虾超度 你要变成牛 带着牛超度 所以菩萨是没有形象的 但是他这个形象配合对方的需要 你变成牛牛就不会怕你 带着所有的牛往生进走 所以你要变成所有的形象 变成黑人 变成白人 变成韩国人 变成墨西哥人 好不好啊 你要这样观想 对你也帮助很大 你就会脱离你外表的形象 脱离这个我直 不然各位每天照镜子 我不错 我还好 因为你会执着你的形象 哪一天你老了 你只能拿年轻的相片 这是我28岁的样子 对你就不好超度了 所以各位你要改变你的形象 用你的心态 改变你的形象去度对方 不要矮化自己 所以无我相 不要执着自己 配合对方 你变成什么 我就变成什么 你虽然不能跟我沟通 我心跟你沟通 然后这个叫秘密 秘法叫用心沟通 不管你在跟他讲什么 你有悲心想给他 他就得到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功德 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山 海 树都得到功德 所以你经过路边 每一棵树 你只要有那个心态 我就会用水 我在车上我会用水 或是观想 那个树 路 每一个车子 就像这一艘船都得到功德 那各位的悲心 这一艘船的功德可以撑很久 念一下 来 来即解脱 欧玛尼法吉利奉 欧玛尼法吉利奉 是所有建筑物都变成大宝广伯楼阁 就佛的心 这个叫什么 来 灭罪成佛咒 所以所有进入这艘船 都灭除罪业 将来成就佛道 欧玛尼法吉利奉 你会念就念 不会念你只要有个悲心就好了 所以很多人会把它挂在墙壁上 如意伦作也可以 欧玛尼法吉利奉 都可以叫过极解脱 希望各位你的形象变成什么 来 见极解脱 你的外表见极解脱 你的声音听极解脱 那你的心意念解脱 因为大家都想到我 想到我他就得到我的功德 得到解脱 叫意念解脱 所以你要把你的身口意都转成解脱 所以我的师父要求我一直念经 一直念经 我很会念经 我师父要求我要念 你不准拿麦克风 我师父说以后你念久了 你只要念佛 别人就得到你声音的解脱 所以各位要一直累积这个 为了众生 然后念佛 诵经 说法 不要骂人 好不好 不要讲是非 不然你讲出来都是是非 因为你要把你的声音转化 眼神转化 这个最重要 好 各位念一个咒语 奥 菩提基达 木得吧 大亚米 这个叫一切菩萨成佛咒 就是让我们守护着菩提心 守护着四红四愿 你既然发愿了 在菩萨道 既然发愿了 就是菩萨 生生世世 不舍弃菩萨界 你不可能说 众生无边四愿度 然后等一下又去杀龙侠 所以各位最好要一直念 众生无边四愿度 所有众生无量无边 我们发誓度他们 好不好 那各位就是菩萨 那众生为什么痛苦呢 因为有烦恼 有我只贪嗔痴 所以烦恼无尽四愿断 那你要断除众生的烦恼 各种烦恼都有各种的方法 所以要法门无量四愿学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说 我念奥马尼北美后教 我其他都不学 这样不好听 这样你就没有在度众生 你念佛我就念佛 你诵经我诵经 你打坐我打坐 我都要学 因为我这样就可以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圣经要不要看 要啊 这么多天主基督教 你看看圣经 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做善法 他们怎么样升天 你也引导他 你要做模范给他看 佛教徒一定要做 其他宗教的模范 好不好啊 你是佛教徒 你儿子是基督教 那你一定要做得很好啊 让他感动到佛法的人格 不用改变对方的信仰 可以改变对方的心态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各位要这样 所以为了要度众生 一定要成佛 成佛才有圆满度众生的能力 佛有三个能力 也叫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利 智慧从知识来的 你要把知识变成智慧 慈悲从感情 各位感情丰不丰富 特别女孩子 女孩子感情丰富啊 爱先生 爱父母 爱儿女 那种爱没办法形容啊 所以各位这么丰富的爱 你把它转为大慈大悲 所以女性比较容易成佛 所以佛陀说 末法时机 男人下地狱 女人升天 为什么 男人很懒 从来不拜佛的 女人还乖乖拜佛 乖乖布施 所以叫莫法 女人升天 男人下地狱 男人不做事 但是当然佛是这样比喻 那意思是说 我们无论如何要 要把感情变成悲心 把意志变成怨利 我要读博士 我要干嘛 那你要变成 我要成佛 我要利益众生 所以这样发愿 好 再来唱战 为什么要用唱的 那是一种感情的提升 祈愿 胎卵施化 不论是卵生的 胎生的 施的 乃是化身 天人会化身 鬼道也是化身的 不需要妈妈的 有些天人需要妈妈 有些天人 色界天天人 不需要妈妈 这样化身 欲界天 还要有爸爸妈妈 生下来 但是天上生小孩 很轻松的 一生下来 就是他们叫九寸 更高 然后隔天就变大人 这样 妈妈生小孩 一点痛苦都没有 但世间很痛苦 那些动物生更痛苦 动物不是生一只 一只狗要生六只 要六次的痛苦 对不对 非常痛苦的 自己还要咬断记带 但是无论如何 台卵施化 多结成名 希望所有众生 归一生保 发菩提心 不要被砍被抓 都能够自由自在 最后 随佛往生极乐世界 求三宝加持 来 现在我们要念六十大名作 欧玛尼伯美乎 愿所有众生脱离轮回 三恶道 跟我们一起发起 成佛利益众生的 菩提心 好不好 大家发菩提心 最重要 那今天各位来救护生命 愿各位 生生世世 为救护生命 而趁愿再来 好不好 所以各位 经常念 欧玛尼伯美乎 你念久 你的慈悲心就越来越强 所以欧玛尼伯美乎 就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心 加持你 欧玛尼伯美乎 欧玛尼伯美乎 然后念的时候 各位观想 他们都得到超度 现世者得到消灾 六道众生 欧玛尼伯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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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想 六道离苦 牌位 给它 揮一揮 超度 大海 众生 空中的鸟 陆地上的 有情人类 欧玛尼伯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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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2月23号星期六至1月1号星期一 马来西亚红法行程 12月27号星期三 上午9点 马来西亚富恩园风水墓园山庄 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晚上7点 八瞻佛学会 佛法讲座 讲题 如何快乐地学佛 12月29号星期五 上午11点 马来西亚九栋老人院 老人院派红包 即简短开示 下午4点 霹雳灌音洞 放声 下午7点 5 1 5 5 6点